荒野求生被蜜蜂折到小老弟是种什么感觉 这个小伙子带你沉浸时体验一把 这男的刚把鱼龙捞起来 就被蜜蜂折到小老弟 疼得被迫跳进河里打起了小飞机 看到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头皮发麻 他们还遇上了百年一遇的丛林飓风 一夜过后荒野丛林直接变废墟 制作鱼龙抓鱼 连条毛都抓不到 连饿了十几天 幸好吃上了荒野烤辣条 八块腹肌的身材 瘦成了八根大排骨 这种荒野求生 你去了你能熬到地起起 来来来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源头大脸的妹子叫艾玛 曾经在非洲沙漠生活过两年 生存平分6.5 野外求生能力嘎嘎强 制作现行捕猎也是手拿把掐的 参加挑战的主要目的是 向孩子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他的队友叫杜克 生存平分7.1 妥妥的一名求生大佬级人物 杜克是一名职业野外导游和生物学家 对于造线型捕猎就跟完一样简单 这次他们要挑战的是佛罗里达州的雨林 位置刚好位于瓦基河的洪水区 常年大雨连绵洪水泛滥 可以说一年12个月 几乎有13个月都在下大雨 毁灭性的飓风是当地的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 大黑熊 老鳄鱼基本想吃就管饱 就连毒蛇这里都有上千个品种 在这里实现烤肉自由根本不是梦 打火锅 烧烤战面 怎么吃都好吃 但能不能吃得上就得看本事了 来到目的地后 妹子马上进入主题 三两下就把身上的遮羞布给扯掉了 而杜克这边的小内裤是亮点 脱衣服时还上演了一段脱衣物 随后就一溜烟地穿进了丛林里 经过一番爬山涉水后 两人很快就在一段河流中相遇了 妹子看起来多少有点尴尬的 但看见杜克后 嘴巴也是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两人一番交谈后 气氛才缓和不少 他们还约定要在这吃上一顿烤肉次助餐 随着相互击掌后挑战正式开始 节目组给的还是荒野老两样 妹子带的是一个新买的大铁锅 而杜克则带了一把祖传大砍刀 根据地图提示 他们距离挑战目的地还有三公里 沿着河流一路走去 路边几乎全是可食用蛋白质 这一路又是杂草又是丛林的 两个光溜溜的男女走起来非常困难 脚下全是泥泞的沼泽地 地上他们要注意脸生蜡条 头顶更要注意剧毒野植株 要是被这碗蚁咬一口 连救护车都不用叫 当场挖个坑埋了立个杯就行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 气氛相当融洽 杜克说起了他当求生教练的那些辉煌往事 妹子听后一句话都不敢信 他认为杜克这祸整天就会吹牛逼 三公里的路程硬走了两小时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空旷的区域 眼前还有一条黑水河 这里靠山面水一看就知道是风水宝地 两个家伙埋在这子孙后代 必定升官发大财 妹子微微一笑对这里很满意 来不及多想 两人马上开始搭建庇护所 杜克也不墨迹大刀轮的嘎嘎响 妹子则在一旁帮忙收集木头 他们搭建的庇护所也比较简单 用两根木头鞋搭在树身上 一个庇护所的基本框架就造好了 然后不停地往上面叠树也当屋顶即可 有了打火棒生火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 卡叉几下一个小火堆就搞出来了 时间来到夜里 周围的动物全都开始蠢蠢欲动 妹子听到外面的怪叫声 吓得根本不敢睡 杜克一下子就怂了 今天吹过的牛逼现在半句都没提 一脚把他蹬出去喂鱼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直找苦命人 半夜天空还下起了雷暴雨 庇护所附近就是河流 妹子真怕一场洪水过来 第二天两人就翻白眼飘在水面上 时间终于来到了第二天 杜克刚从庇护所里醒来 就看到周围全是昨晚大雨流下的积水 妹子昨晚也是一夜都不敢睡 两人来到附近开始熟悉环境 但还没多久 天空又开始下起了大雨 庇护所里的火堆差点就被浇灭了 此时两人啥也干不了 只能待在庇护所里聊天吹牛逼 这里周围都是动物的残骸 他们顶着大雨向丛林伸出走去 只为了能找到一些能吃的食物 我真怕他们走着走着 就碰上了直大黑熊 最后蛋白质没吃上 还被黑熊当成了零食 两人很快又遇到了一条小溪 杜克发现溪水竟然是从地下冒起来的 这是富含矿物质的优质山泉水 水质完全达到可饮用的标准 杜克捧起一锅 直接就喝了个水饱 嗯 农夫山泉有点甜 喝饱后两人继续砍树完善庇护所 布局还是跟之前的一样 但庇护所的空间扩大了两倍 两人一直干到天黑 这才把庇护所完美升级完毕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一大早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还好庇护所已经完善好了 不然空间小和漏雨这些bug都已经修复 实在没办法 妹子来到河里找食物 她发现水里有非常多的小鱼 于是就拿着布袋放进水里抓鱼吃 没想到这个方法还真管用 一下子就让她抓到了大把小鱼 高端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直接把鱼扔到火堆上烤熟即可 今晚注定又是两人吃到盛初时的一夜 一口下去嘎嘣脆鸡肉味 蛋白质还是牛肉的五倍 两人在庇护所里吃着烤小鱼 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惬意 挑战来到第四天 开局到现在大暴雨几乎就没停过 他们的庇护所还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两人猫在里面除了打炮 其他啥也干不了 杜克趁着下雨找到屋顶漏雨的地方 冒着大雨来到屋外进行修补 大雨把杜克临到都怀疑人生了 难 真的太难了 本就是求生小菜鸡的他们 没想到却遇到了地狱级的求生副本 节目组这边检测到天气正处于恶劣状态 佛罗里达州正刮着个18季飓风 风速高达140英里每小时 他们对丛林进行了水位检测 发现当下的水位一直处于快速上涨趋势 晚上雨林里也是雷暴雨下了一夜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庇护所周围已经完全泡水 布克决定在营地周围挖一条排水沟 让附近的积水能顺利地排到小河里去 这样才能让庇护所免除水盐的危害 可大暴雨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 反而变得越来越大起来 同时还伴随着狂风戏虐 就连佛罗里达州城市都出现了飓风 整个城市都下达了强制疏散的命令 节目组考虑到挑战者的安全 只能赶紧去到丛林里 通知停止求生挑战 最后两人在导演的劝说下 最终被迫暂停了这次挑战 两人这才知道 原来是有飓风要来临 幸好自己跑得快 不然坐在这里的就是两个灵魂了 他们被带到一个隐秘的避难所处 等到飓风过去后 他们将会被带回去继续挑战 这是赤鲁与恐惧节目播出以来 史无前例的一次安排 那一夜 狂风实在太厉害了 整个城市都停电停水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百年一的飓风已经过去 佛罗里达州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整个城市都处于废墟状态 杜克和爱玛也被通知重回荒野比赛 丛林里也是一片废墟 随处可见的都是断枝残骸 在这种环境生存 估计难度会大大提升 这把杜克憋得也是无语了 大风过后大部分的动物都受惊 说明他们想找到蛋白质的难度随之变大 杜克和爱玛回到庇护所处查看 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庇护所居然还完好无损 甚至里面也没有被谁淹过的痕迹 两人一时激动地相拥而泣 妹子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镜头一转 两人就在庇护所内开起了party 时间来到了晚上 周围的野兽按时来到附近 杜克和妹子在吓得在屋里也是屁都不敢放 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妹子大早就在附近发现了一坨粪便 从形状大小上看 昨晚的野兽应该不小 杜克很怕今晚他们会被偷家 要是半夜突然袭击 估计这两人都不够塞牙缝的 现在他们又饿又累还很困 没刮飓风之前 他们主要是没食物 刮了风之后他们几乎啥都缺了 他们决定制作一个捕鱼器到河里抓鱼 用棕鱼也把竹片编织成一个锥形结构 为了提高捕鱼的成功率 他们还搞了一大一小两个 连诱饵都不用放 直接扔进河里即可 接下来有没有收获就看天意了 时间来到了第十天 杜克回到河里检查捕鱼陷阱 可刚一提上来 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好家伙 杜克的小老弟居然被毒风折了一下 这让杜克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只能一头跳进水里来回按摩才感觉好一点 这一幕看到我差点笑喷饭 鱼毛一条没捞到 差点还被反杀 这波操作估计也没谁敢这么玩了 现在他的小老弟已经肿得足足大了一倍 就连一旁的爱马妹子看得都一脸猛 今晚怕又会是一个折腾到半夜的晚上了 鱼龙一直没有收获 开局到现在几乎没吃过蛋白质 杜克也是瘦成了皮包骨的状态 时间来到了第十二天 两人正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风险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捕鱼装置上 但最惨的是这几天以来 鱼龙就连鱼毛都没有抓到 难道身边的这些蛋白质 他们都没发现吗 随便搞几个陷阱 都至于扼成这种地步 妹子在河里拿着鱼叉在抓鱼 杜克则在岸上准备捕猎陷阱 但看到这个陷阱我都无语了 看了那么多期荒野求生 我就没见过这么敷衍的陷阱 这要是都能抓到猎物 我把他吃了 艾玛此时已经有了退出的念头 他是过来体验生活的 而不是来挨饿的 但一想到最终丰厚的蒋镜 咬咬牙还是坚持了下来 时间来到了第十七天 杜克大早就来检查林子里的陷阱 走近一看陷阱已经触发 但猎物毛都没抓到 杜克一脸失望的仰望天空 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 他们已经饥饿到了极限 就连晚上杜克都安分了许多 本来八块腹肌的身体硬生生 饿出了八根排骨 妹子也是饿得想家向孩子了 时间来到了第十八天 现在他们继续一条一来补充蛋白质 揣着希望来检查陷阱 结果鱼龙还是空空如也 妹子提出了退赛的建议 但杜克还想再继续熬一熬 两人商量了很久 最终妹子还是做出了妥协 时间来到了第十九天 杜克在树上安装了大量陷阱 他想着能抓只松鼠来尝一尝 看到他这一排陷阱 说实话我怂了 看得出杜克想吃肉的决心确实很强 突然妹子一声从远处传来 杜克马上冲过去查看情况 原来妹子发现了地上的一条野生辣条 杜克也顾不上他三七二十几了 抄起大砍刀就砸了过去 下一秒一条两斤重的野生辣条就到手了 好家伙 突如其来的蛋白质 整的两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 把舌头用刀砍掉 来到河边清理内藏 一条肥美多汁的烤串 很快就架在火堆上了 饿得来不及兴奋 杜克拿起舌肉就一嘴啃上去 哇 这味道 这口感 简直比五星级的法式牛排还好吃 杜克最后吃的也是连骨头渣都没剩下 时间终于来到了21天 今天是撤离的日子嘛 妹子即便还是很饿 但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根据地图指示 两人要撤离到五公里外的地点 过程中还会经过鳄鱼的栖息地 路途可以说是极其凶险刺激 沿着水路一直往下游走去 妹子似乎有点拖后腿 但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杜克发现了远处水域 正趴着一条鳄鱼 这把他们吓得要命 虽然是条小型短纹鳄 但附近肯定埋伏着一条更大的鳄鱼 两人非常警惕地前行 走出了水路 又窜入了丛林 五公里的路程 他们几乎走了大半天 最后终于来到了地图上的车里点 不久他们就看到了来接他们下班的车子 两人激动地相拥而泣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挑战成功 在丛林里被蚊子咬到发疯 是种什么体验 这个男人带你沉浸时感受一次 他在九天时间里被吸走了19磅体重 减肥效果那是嘎嘎强 这里是墨西哥最深处的坎达丛林 一个号称藏着魔鬼的邪恶之地 更是美洲虎的天堂 美洲豹的家园 丛林巨蚌也是一抓一大把 就算贝也来到这都要夹着尾巴走 最危险的就是夜间被野兽袭击 所以庇护所尤其重要 这个女人叫艾莉 是一名全职家庭少妇 同时还是个业余猎手 鸡毛狗鸭一枪一只都不在话下 没结婚之前还是个野外卡车爱好者 肩上的伤疤是她内心最大的阴影 而她的队友叫凯哥 是个实打实的无数恋家子 同时自己还是个印第安老粉 打小她学到了很多原始求生技能 钻木取火 陷阱捕猎还有搭建庇护所 荒野求生对她来说 就跟过家家一样简单 两人很快就来到目的地起开束缚 等会要这样跟陌生人见面 多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 两人费了不少功夫 穿过丛林成功会面 刚见面他们就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过程中丝毫没感到一点害羞 宝儿姐对搭档那是非常满意 看这块头就知道体力不错了 要不是摄影小哥在那催促着 估计两人都忘记 他们来这是荒野求生的 除了一个打火棒之外 妹子还带了一把祖传大砍刀 而凯哥带的则是一番野外防蚊帐 根据地图显示 他们还要顺着河流走三公里 只有到达目的地 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 与林里此时正值与机 白天热成狗 夜里冻出翔 这里的吸血文人送外号丛林吸血鬼 随处可见多道头皮发麻 两人刚踏入丛林还不知道凶险 一路上有说有笑 气氛那是相当融洽 可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接下来是个地狱级的求生副本 正等着他们 树上的野猴子发出恐怖的嘶吼 似乎在嘲笑着 这两个光屁股的未知生物 他们时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随时警惕着周围的未知危险 很快两人就被一条瀑布挡住了去路 他们必须要穿过河流 才能到达目的地 旁边就是一个横跨两岸的腹目 凯哥也不犹豫说干就干 就是过河的动作有点费小老弟 妹子看起来就轻松多了 跨过了瀑布河流区域 沿着山路走去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流动的溪水 妹子渴到蹲下就猛怼了几口 酒汗冯甘霖的他 顿时喝出了高潮的感觉 凯恩直接趴下 整个脸都做了个spot 两人决定就在此处搭建庇护所 旁边就是水源 头顶还有大树遮雨 一看就知道妥妥的一个风水宝地 两人分工合作马上开干 凯哥负责砍树收集木头 妹子则在附近收集树枝用来搭窝 凯哥对搭档非常满意 在这里他感受到了男权智商的乐趣 说白了就是妹子很听话 他能把妹子当牛屎 两人决定搭建个悬空木架庇护所 这能有效防止地上蛇虫鼠蚁的袭击 他们在木架上铺一层厚厚的树叶当床垫 然后在头顶盖个屋顶挡雨 一个看似完美的庇护所就做好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丛林里暗时下起了大暴雨 两人就知道猫在手刮棚里瑟瑟发抖 还来不及生火 今夜注定是一个被淋成狗的一晚 更糟糕的是半夜庇护所还坍塌了 根本不顶用 难真的太难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想起昨夜艾莉现在都心有余悸 一夜都在抵抗丛林吸血纹根本睡不着 甚至现在都还在赶蚊子 凯哥才来第二天就洗涤了新皮肤 两人来到溪流处准备舒服一把 发现了一旁的淤泥可以虚纹 于是他们就用淤泥给自己做了个泥浴SPA 淤泥能掩盖皮肤上的气味 从而将递对蚊子的吸引力 他们全都在身上抹了一层厚厚的泥巴 希望玩意真的能管用吧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修复昨晚坍塌的庇护所 妹子抱怨开具到现在都还没有火 一旁的凯哥在忙得不可开交 难道这妹子就不会自己在旁边生活吗 这把凯哥气得都无语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 凯哥终于忙完了 两人才合着要赶紧把火生出来 本以为有了打火棒 搞个火堆就跟完一样 这里一切都是潮湿的根本打不着火 凯哥蹲到腰疼了火星都没搞出来 后来妹子不信邪也是了吧 结果也只是火光闪了一些就没下文了 艾莉被吸的眼泪瞬间就飙了出来 好家伙 这可玩毒死了 凯哥不仅火堆没搞出来 现在还要抽时间出来哄妹子 没有火妹子很怕像昨晚一样被蚊子抬着走 结果也是如此 夜里他们依然敌不过吸血蚊的袭击 两人在手刮棚里被咬得呱呱叫 好家伙 知道的他们是在荒野求生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喂蚊子呢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艾莉整个人都崩溃了 现在又饿又累还很困 全身皮肤痒的就跟被火烧一样 昨天刚提的新皮肤现在又迎来了升级版 更糟糕的是还出现了头晕恶心的症状 凯哥很担心队友的身体会熬不住 接下来他们再次尝试着生活 找到了干草笼放在地上 妹子手上的打火棒也是抡得嘎嘎响 最后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 久违的火堆终于被他们搞了出来 这把凯哥都乐坏了 有了火 这意味着蚊子会温柔一点 接下来两人到附近收集木柴 但似乎这里的柴火资源并不多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湿润的 可凯哥很快就找到了一根大木头 一切似乎都突然变得太顺利了 妹子都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就在两人扛着木头过小夕的时候 凯哥一个没拿稳木头就摔了下来 木头刚好砸中妹子肩上伤疤的位置 据说这位只是动过手术植入钢板的 这把艾里疼得一个撕心裂肺 凯哥在一旁很自责但也不敢乱动 嘴里不停地跟妹子在道歉 医生过来做了个简单检查 由于没有专业仪器 也不好轻易下判断 最后只是做了个简单包扎 只有带到医院才能继续做检查 但艾里的挑战就要被迫终止了 伤心的妹子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最后两人简单来了个拥抱 荒野里就剩下凯哥一个人在战斗了 即便失去了婆娘生活还得继续 认真整理一遍庇护所后 凯哥调整心态迎接挑战 时间来到了晚上 丛林里又下起了大暴雨 今夜只有凯哥一个人在独守空房 挑战来到了第四天 凯哥一大早身皮蚊帐 从手刮棚里醒来 看到一旁的火堆都熄灭了 吓得他赶紧上前抢救 好在几口掀气下去 这才把火堆救回来 开局到现在他一口蛋白质都没吃过 要不是一身肥镖在硬扛着 估计整个人都要废了 他决定来到河里抓鱼吃 还拿来了仅有的蚊帐绑在旁边坐陷阱 希望这能抓到几条鱼来填肚子吧 夜里没有余网 今夜注定是个难熬的夜 蚊帐大军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总之这夜凯哥的叫声听得我很酸爽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凯哥直到早上都是处于翻白眼的状态 身上钢体的新皮肤又换了样子 实在受不了了 赶紧到河里把蚊帐拿回来才行 顺便看一下蚊帐陷阱 抓到了几条大鱼 一提起来一大包四舍五入也算是有收获 可打开一看就傻眼了 里面全是残渣就连鱼毛都没抓到 鱼一条没抓到害得他昨晚还被咬了一碗 这把凯哥气得差点血都凉透了 为了鼓励自己他顺手抄起一旁的烂泥 给自己捏了一个泥娃娃 他希望这坨烂泥能给他带来好运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孤感 凯哥回到了林子里都转了一大圈 能吃的蛋白质愣是毛都没发现 就连树上的猴子都在嘲讽他 他只能捡一些猴子吃剩的野果子回去 这种果子地上有很多凯哥收集了一堆 本想着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可没想到刚咬下去低口 还没过几分钟凯哥顿感不妙 头脑一阵眩晕袭来 赶紧躺下休息一会再说 好家伙 我真怕他睡着睡着就归西了 最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蚊子把他咬得直接疼醒 还以为捡到果子解决了食物问题 没想到差点把自己读得暴湿荒野 难 真的太难了 挑战来到了第八天 吸血纹已经把凯哥整崩溃了 只有来到溪流里躺 才能让他感觉好一点 全身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发炎溃烂的症状 开局到现在 蛋白质没碰过 睡眠也几乎没有 现在整个人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开始语无伦次起来 到了晚上 凯哥再次面对死神的审判 蚊子让他直接抓狂 他真的受不了了 潮湿的环境让他更加提不起精神 时刻还要跟不起眼的吸血纹做对抗 他从来没想过荒野求生会是这样子的 这是医生过来给他检查身体 发现他出现了血压明显降低的症状 皮肤也严重发炎感染 精神呆滞 眼神无光妥妥的一个精神小伙 这才第九天 要是继续下去可能会苟待 凯哥果断地提出了退出的请求 表情也是非常坚定不犹豫 眼神里还留着一丝后悔都算我输 最终这个组合全程只完了九天 同时凯哥也在九天里瘦了19磅 不得不说在减肥这件事上 他还是很成功的 这是我见过最成功的荒野软饭男 全程只靠女队友投位 荒野求生他只负责躺到大结局 就连徒手抓毒蛇这种重火 都是这妹子一手包办 男队友只需负责吃 然后接着睡 要是你遇到这种队友 你会怎么办呢 20岁的女主小美 是个法学院刚毕业的学生 虽然是刚毕业的社会小菜机 但她早就是求生界的大神级人物了 这是她第二次参加荒野挑战 上次她的男队友只熬了五天 剩下的十几天里 全都是靠她挨饿才扛到最后的 虽然这次挑战的是雨林求生 可在她眼里就跟学校里考试一样简单 而她的男队友叫来 是个退役美国大兵 从小就跟老爸学习各种求生技能 照她嘴上说的就是 钓鱼 露营 打猎样样都行 至于吹牛成分有多少 就要看她接下来的表现了 这次他们要挑战的地点是密西西比河 一个毒蛇比人还多的魔鬼雨林 方圆百里全都是阴暗泥泞的沼泽地 这里除了毒蛇和鳄鱼之外 还有野牛都怕的丛林吸血纹 想要实现荒野烤肉自由不是梦 但有没有能力实现就要看个人本事了 小川靠岸后 两人很快就解开了身上的束缚 这次妹子的大头灯也还算及格 除了感觉冷点之外 小美还多少觉得有点紧张 她对男队友没有太多的奢求 甚至允许她是个荒野软饭王 但她必须死都得死到最后 一顿翻山月脸后 两人终于在杂草堆里成功相遇 两人都是同龄人不穿衣服 荷尔蒙瞬间爆发 一番深入交流 也是两人更加懂得对方 根据节目组的规定 两人可以各自一件求生道具 莱恩带了把祖传大砍刀 而小美则带了个野生大铁锅 树上的打火器是节目组送的 随后莱恩抛出地图 挑战目的地距离他们还有五公里 一路上还藏着大量蛋白质 莱恩一看整个人就怂了 毕竟自己从小吃的肉都是热乎现成的 他俩缺点目标后便直接出发 与林里最怕的不是毒蛇 而是一脚踩下去不知深浅的沼泽地 因为浑浊的水下藏着太多未知危险了 也不知道莱恩是不是怂了 一路上把嘴就一只避避避个不停 连妹子都要对着镜头吐槽他 还没走多久远处就传来了怪叫声 两人吓得在水里连个屁都不敢放 太阳就快要下山了 他们得赶紧搭建庇护所才行 莱恩很快就找到了一片开阔的空地 两人确定方案后马上开干 莱恩负责砍出搭建庇护所 而妹子则在旁边收集材料 这时林子开始下起雨来 大大将逼了搭建庇护所的效率 两人也被淋成了落汤机 而且蚊子也开始躁动起来 现在他们急需一个火堆才能解决问题 可潮湿的树林根本找不到任何干柴 于是他们决定分工合作 妹子则收集材料搭建庇护所 莱恩负责在旁边生活 小美就像开了挂一样 打刀轮的嘎嘎响 庇护所以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搭建起来 但莱恩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 潮湿的木柴让生活变得困难 即便是冒出了火苗瞬间又灭了 妹子这边庇护所都搞出来了 莱恩的柴堆连个火星都还溅着 没有火蚊子就变得疯狂起来 只能用泥巴抹在身上防蚊 到了夜里周围变得恐怖起来 两人躺在床上一点想法都没有 附近还时不时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把莱恩吓得一晚都不敢睡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昨晚的经历简直就是个噩梦 被蚊子咬了一夜 这才第二天就换上了新皮肤 这里的水源不煮开根本没法喝 所以今天的首要任务是生火 周围的生火材料全是潮湿的 它们只能从木头上刮些干木屑来生火 但潮湿的木屑根本打不着 这里的蚊子实在太猛了 只能一边生火一边赶蚊子 生个火直接把莱恩整得怀疑人生了 松树的树皮富含油脂 非常适合当萤火材料 小美直接耗了一大把下来 没想到这树皮果然好使 小美拿起打火棒咔嚓几下就着火了 这波操作把一旁的队友都整不会了 小美两分钟就搞好的事情 她愣是搞了大半天都没搞出来 但这并不影响她嘴硬 有了火马上煮过开水来尝尝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一大早莱恩的肚子就打鼓饿到不行 两人只能来到沼泽里寻找蛋白质 水里的毒蛇和鳄鱼都是他们的目标 小美一直提醒莱恩放轻脚步 尽量别惊动周围的猎物 但这个猪队友完全没当回事 最后让小美碾了回去完善庇护所 妹子独自一人在水里找食物 转眼就发现了正在晒太阳的野生辣条 这妹子胆子也真是大 吵起棍子就想跟大蛇叫脸一番 最后直接伸手把蛇头给捏住 可就再下一秒 好家伙 这波操作真的太强了 就算贝也来了看到都知乎内行 虽然这条蛇个头并不大 但足够两个人今晚大吃一顿了 马上拿回庇护所生活干饭 看到小美搞了一条大家伙 莱恩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可她表示自己太累了 转头又直接躺了下去 这把一旁的妹子差点欺吐血 吃软饭的她见多了 但像莱恩这种她真的第一次见 没办法 只能自己出手了 先把蛇皮薅下来 然后将其串在木棍上直接烤 很快肉香味就飘满了整个荒野 到吃的时候莱恩又精神了 一口下去嘎嘣脆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 口感一般淡味道还不错 两人最后也是吃得连骨头都没剩 时间来到了晚上 突然一声闷响 直接把两人吓得从床上跳起来 好家伙 这要是被袭击了 这两个家伙估计都不够人家赛牙缝的 幸好最后也就是虚惊一场而已 时间来到了第四天 莱恩推断昨晚遇到的是只大黑豹 这让她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 一旁的小妹根本没空多想 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干活 现在小美也开始埋怨队友了 果然吃软饭的男人新鲜感都不会太久 所有活都是小美自己干 而男队友除了躺平其他啥都不干 此时莱恩也有了退赛的冲动 她认为荒野求生是她这辈子最艰难的事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莱恩一早醒来就感觉很不舒服 两眼貌猩猩头还疼得很厉害 把一旁的妹子都整无语了 开局到现在 莱恩一直都在吃软饭 除了躺在床上 其他我就没见她干过 上一次荒野求生 她也是遇到这种队友 现在小美也不知该怎么办 如果再这样下去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 但莱恩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不想成为小美的负担 并且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缺点 她决定准备和小美一起迎接这次挑战 两人把庇护所重新升级了一遍 很快就给庇护所搞出了个雨棚来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火堆被浇灭了 老实说莱恩突然叽叽起来 我看着都有点不习惯 不得不说认真起来的男人真的帅 时间来到了晚上 天空突然下起了雷暴雨 幸好他们已经把雨棚搭了出来 不然今晚又是一个被淋成狗的夜了 两人猫在庇护所里烤火趋暖 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莱恩又回到了躺平状态 连续的下雨天让她变得很消极 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 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 莱恩认为熬到现在已经是她的极限 在两人拥抱过后 场上就剩小美一个人了 没有了男人生活还得继续 可荒野丛林根本不会淋香惜玉 没过多久又下起了大雨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直找苦命人 这一场雨可把小美害惨了 庇护所的屋顶还漏雨 就连雨棚下的火怼已经被淋灭 难 真的太难了 大雨一直下到半夜 小美被冷得在庇护所里 蜷缩着瑟瑟发抖 时间来到了第八天 昨晚一场雨差点把妹子给原地带走 没有男人也没有火 小美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夜 现在还剩半条命的状态 她尝试着重新生活 可材料潮湿再加上精神无法集中 搞了大半天愣是连火星都没搞出来 而且蚊子大军的袭袭一直没停过 小美的心态都搞崩了 现在又累又饿还很困 为了不增加能量的消耗 小美只能躺着不动 这才感觉好一点 时间来到了12天 这里的蚊子实在太多了 小美决定把庇护所搬到更高的地方去 很快找到了一块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这里远离水源而且阳光充足 再把之前棚子的材料搬过去 转眼间她就搞出了个小型庇护所 这么一躺 小美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趁着现在有阳光赶紧把火升起来 在周围收集了干草笼回来 咔嚓几下 火堆又被她搞了出来 本以为生活会慢慢变得好起来 可没想到 噩梦才刚刚开始 晚上天空又开始下起了大雨 刚点起来的火堆又被浇灭了 小美就这样撅着屁股缩在庇护所里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大雨也是几乎没停过 小美躺在庇护所里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哪里是在荒野求生 完全就是在荒野完美啊 这要是你 你能熬到第几天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20天 今天终于出太阳了 妹子心情也是异常的好 因为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而现在她要去找食物填肚子 以保证有足够的能量 应对明天的长途撤离 这些是雨林里的野生葡萄 葡萄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能给人体提供大量的能量 时间终于来到了21天 今天是撤离的日子 经历了那么多天摧残的小美 也难得的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根据地图显示 她要步行到三公里外的撤离点 途中还会遇到毒舍的棋息地 临日的大雨让河道的水位上涨了许多 这可玩毒死了 要是水下躺着条鳄鱼 妹子估计奖金没领到 还要把小命都搭上 没办法她只能放轻脚步徒步前进 到了水域的最深处 河水都淹过了美女的大胸脯 躺过河水 终于看见了地图上的河流 这意味着她已经来到了车里点出 很快她就看到了 来接她下班的小船 至此小美成功完成了21天的荒野挑战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 挑战荒野求生14天 他们是我见过分数加起来最低的选手 每天能吃的并不多 海胆搭配上螃蟹 已经是他们能找到最好的食物了 过得实在太惨了 换作是你会为了美女去挑战吗 这里是巴拿马的牛口半岛 基本上没什么人过来旅游 到处都是栖息着危险的生物 随时都有可能被袭击 节目组还特意派人来指导挑战者一段时间 这个男人叫老哈 仅有4.5分 虽然平时喜欢去极限挑战 但是他的求生技能并不娴熟 还是第一次挑战到野外待那么久 而他的搭档翠花就更弱了 只有3.6分 对自己掌握的求生技能非常不自信 就是这样一对搭档 不知能待多少天了 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到岛上会面 初次见面有说有笑 一把开山刀和锅子 就是他们全副身家 还得想办法穿越红树林到达海滩 寻找地方搭建住所 这路并不好走 翠花的脚并不适应 每走一步都相当疼 而老哈皮操肉厚倒感觉还好 不过一直被蚊虫叮咬有点烦 越里面走 植物变得更加茂密 底下还是泥巴路 行走速度大大减缓 现在也没办法绕路走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离开泥泥的道路来到海滩 实在太不容易了 这边空地很多 非常适合搭建住所 老哈找了个距离吸水比较近的地方 有点担心附近的动物 晚上会出来吸吸他们 得抓紧时间搭建好住所 保护好自己 说断就干 老哈一股脑投入到坎木头和搭建住所中 完全没有理会翠花在干嘛 就一把刀 翠花呆在一边看着 显得有点尴尬 只能到溪流查看 这是喝起来咸咸的 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老哈赶紧过来看看 很明显被海水倒灌完全不能喝 住所还没搭建好 又得想办法弄到淡水 翠花的体力实在太弱了 老哈感觉就是在拖后腿 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弄 眼看快要天黑 现在的加快速度生火 老哈虽然手持打火气 但是一直没能将火弄起来 翠花看到这场景 感觉是时候证明刺激了 咔嚓几下就把火给弄好 这可把老哈惊呆 没想到翠花还是有点实力的 虽然现在有火取暖 但是到了晚上还是冷得不行 最糟糕的是附近的生物开始活跃起来 老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到附近弄点墨才让火烧忘点 这可把翠花吓坏了 赶紧过去浮起来 幸好老哈并没有什么事 只是被咬有点难受 这才第一晚就已经把他们折磨得不行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碰到什么事情了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 老哈和翠花想到水里看能否抓到鱼吃 他们还不知道 就在不远处有只鳄鱼晒太阳 突然 这可把翠花吓坏了 赶紧退回岸上 看来只能从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还是先回去把营地完善好 别人一般只要半小时就能搭进好 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 还只是个框架 没有吃的也没看到淡水 这让他们有点难受 幸好这里椰子多 希望里面有水 老哈拿着树干将椰子捅下来 看来暂时不用担心会脱水的问题 用刀将椰子削开 两人喝到椰汁身体感觉好多了 继续投入到完善庇护所中 翠花还是第四道野来求生 啥都不知道 需要老哈的一步一步指导 这让她感觉有点不耐烦 要是翠花能自己找事干就好了 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一边教一边干活 工作效率明显下降了许多 最糟糕的是下起来暴雨 两人感觉变得更了 得想办法收集雨水喝 只能淋着雨找材料 椰子可刚好控出来可以用 老哈也用自己的锅接水 翠花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 一直没弄好 实在看不下去了 只能在一边帮忙 最后让她回去休息吧 自己能做好 就让翠花感觉非常难受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天 老哈打算弄一个鱼龙抓鱼 之前看被鱼弄非常轻松 没想到轮到自己这么冷 鱼儿都没准备 就放到水里 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抓到鱼吃 晚上依旧要忍受蚊虫的钉鸟 翠花整晚都在大呼小笑 这让老哈感觉更加难受 他们身上到处都是蚊虫钉鸟的痕迹 老哈却看了眼鱼龙 什么都没有 可能它是只少了道具组小小的帮助 到了下午又迎来了暴风雨 看起来比之前凶害很多 赶紧找绳子香住所固定好一点 翠花一直都在拖后腿 夹固没弄好 连活也照顾不好 看来今晚两人只能在暴风雨中 冷的瑟瑟发抖中度过 老哈对翠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还不如独自一人顺利 这种翠花非常伤心 感觉自己还是挺厉害的 是老哈太自以为是了 两人相处起来太难了 现在翠花很想和老哈好好谈谈 老哈觉得自己太累了 什么事都要自己呢 翠花干啥啥不行 连看火都不行 这可把翠花既哭了 想立刻退出挑战 老哈瞬间猛了 咋还哭了 自己也闻出啥样 翠花哭着离开 不知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了 这对男女被困孤岛上 两人还发生了争吵 老哈觉得没有什么 是一顿食物解决不了的 两人分头行动寻找食物 水里有几条小鱼 翠花打算弄一炸困住鱼 这是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技巧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老哈盯上了水利的海胆 身上的刺能释放神经毒 她看不清底下的情况 最怕采到受伤感染 嘟嘟转断 终于让她找到了 翠花这边也重新将火点燃起来 海胆里面的肉并不多 吃起来咸咸的 少是少了点 也总好过没有 还有司听他们就要离开这里到撤离点 食物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老哈的陷阱已经没有任何起色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只能隔断时间就去看看有没有收获 她现在有点羡慕那鸟 每次都能抓到吃的 翠花这边就更加不用说 鱼都有可能都被饿鱼吃了 两人感觉一天比一天虚弱 再这样下去别说去撤离点了 能不能挖玩到那天都是问题 翠花第一次觉得 电视那些人是真的能挨饿 反正她是受不了了 饿得都没力气说话 老哈突然发现水里有吃的 立刻冲了过去 以这小螃蟹 这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棒了 老哈恨不得现在就生吃 看到这生猛的螃蟹 可把翠花高兴坏了 将螃蟹煮熟后放到嘴里慢慢品尝 连壳都没有放过 这才是他们想要的食物 不知不觉 终于来到了撤离的日子 老哈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才待了14天就已经折磨得不行 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待够21天的 翠花心情自己没有退出挑战 现在能和老哈一起完成挑战 根据地图显示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并不容易 途径会碰到各种危险的生物 他们挑选了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前行 不过行走起来还是相当费意 花了不少时间 老哈才看到河流 这里是鳄鱼出没的地方 可他想都没想直接游过去 幸好没有被鳄鱼盯上 又进入到丛林里 老哈在前面探路 两人鼻鼠一口气往前走 时不时就会陷入到泥土里 他们还是来到了撤离地点 现在只要游到中央就完成了 不得不说节目组有够会折磨人的 两人不断更换自始前行 都不知道牵了多少口海水 就在他们想放弃时 MPC的船终于过来了 两人成功完成了这次挑战 分手也得到了不少提升 换作是你能待多少天呢 要是有个古希腊美女 愿意跟你荒野求生 你会为了她干出些什么出格的事来呢 这位黑人大佬就不愿家里的宝贝兽额 直接把节目组的大本营给偷了 结果却被人家抓了个正着 最后却因违反了规定 被双双淘汰 好家伙 荒野求生完成荒野偷东西的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里是墨西哥东南部的荒野 也被称为藏有恶魔的黑暗之地 气温常年高达37度 地上则是成千上万的石灰岩碎片 更是美洲虎和猎豹的原始栖息地 火山岩的地表下 还隐藏着成千上万的洞群 带着致命病毒的蝙蝠 也藏于其中 这种环境说是地域副本都不为过 尤其我们的一号男主角闪亮登场 这个大胖子叫肥镖生存平分6.8 一身腱子肉看着就知道他实力不简单 作为俄罗斯毛子的他 从小家里就穷得叮当响 所以大山的野外生活 他早就习惯了 来参加这次挑战目的 也是为了赢奖金回家供子女读书 同时他更希望能把女搭档发展成女朋友 而本期的漂亮妹子叫艾莉 就这颜值还有这缺斑 放在美国绝对是个女神级别的妹子 据说她算是家里最丑的女儿 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 但受到老爸的影响 从小就沉迷野外生存 看这一脸傲娇的小表情 就知道他对这次挑战信心爆棚了 来到目的地后 两人很快就解开了身上的束缚 妹子的身材绝对很瓦塞 看来这个胖子应该走了狗屎运 地上的火山岩非常锋利 对于一个普通人可能没什么 但对于三百斤的肥镖来说 简直痛不欲生 好在没多久两人就成功会合 看着眼前这么强壮的搭档 艾莉直接表示这次挑战稳了 妹子表示很担心丛林里没有火 胖子说怕个锤子 自己职业就是在火葬场工作的 别说荒野生的火了 直接把你给点的都行 妹子一听整个人都愣了 一番商业互吹后 终于来到了装备清点环节 除了一个铁锅老演员之外 艾莉带了一把大砍刀 胖子则带了个火葬场专用打火器 根据地图指示 他们还要徒步五公里 才能到达目的地 周围还有很多泉水 两人确定路线后一拍即合 风力的火山岩地貌 让他们一路非常难走 而且还要时刻注意地面的洞穴陷阱 要是不小心掉下去 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飞镖只能放慢脚步前进 可这样又会大大的拖慢两人的效率 于是丛林里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艾莉一个人在前面跑 而飞镖就在后面慢悠悠地追 即便这样 飞镖双腿很快就抽筋了 为了减轻痛苦 艾莉决定给飞镖做一双草鞋 然后用自己的头发给她做鞋带 这么贴心的女搭档 飞镖知乎爱了爱了 不过有了草鞋确实让她感觉舒服了很多 两人一直从早上走到天黑 好在他们及时赶到了目的地 现在搭建庇护所已经来不及了 今晚只能随便找个石头嘎啦对付一碗了 接下来得把火升起来 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想要搞个火堆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飞镖拿着打火石卡叉了大半天 最后也只是只见火星没有火苗 一旁的妹子看着也很无奈 到了半夜 两人被一阵嘈杂声惊醒 看清楚了 才知道势头猎爆 这把两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最后已是有惊无险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 艾莉一大早就被动物的叫声吵醒 她决定先把火升起来再说 飞镖太阳晒屁股了 踩起床张口就说饿了 拿着大刀来到野外砍柴 也不知道是劳动量太大还是其他原因 还没砍几分钟 飞镖就感觉全身无力呼吸困难 回到庇护所一头就倒在了地上 咳嗽还带着哈拉子一起流出来 看情况应该病得不轻 吓得女队友也是一脸猛逼 赶紧叫医护人员过来查看 结果一番检查之后 感觉啥事都没有 但飞镖说刚才自己心脏感觉停止了几分钟 这话一出 吓得项目组都不敢让他玩了 万一等会翻白眼了 他们可承担不起 要不是我看过原片 就被他这浮夸的演技给骗了 还说上有老下有小的 他们不能失去自己 然后直接就跟着节目组退出了挑战 生存评分也因此直线下跌到了4.2 而接下来场上就剩爱丽一个人了 但由于环境太过于潮湿 爱丽费尽脑汁 也没有成功把数升起来 现在失去了唯一的搭档 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在这熬多久 没有火 晚上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根本睡不着 到了第三天生活也没有任何希望 他已经连去三天没有喝水了 现在感觉头脑发昏还冒着星星 难道节目组就这么残忍 真的任由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在这受折磨吗 那绝对不可能 这个老黑哥听到有个野生美女后 急得连哭茶子都不要了 直接连夜赶到荒野丛林里 他叫史蒂夫 是个户外私人野生教练 还是个美国推移军人 生存评分也是高达7.2 这次来参加挑战 纯属为了找个女朋友 而爱丽看到这个壮硕大汉后 也是兴奋的不行 史蒂夫带来的道具是一番黑色蚊帐 得知爱丽来这三天都没喝过水后 顺手就拿起打火棒开始生火 嘴里还不忘口吐芬芳 吐槽上一刃的胖子 还没几分钟史蒂夫就把火升起来了 这可把爱丽乐得直接撅起来屁股 他对这个男搭档非常满意 看着他浑身剑子肉口水都流了出来 有了火 妹子终于喝上了开水 挑战来到了第四天 两人的生活正是步入正轨 现在有水有火还有庇护所 史蒂夫本想着带着爱丽出门打猎 可妹子却因前几天没火的日子过怕了 执意要留在家里看火堆 也不知道是不是胸前的脂肪很扛饿 妹子现在对食物蛋白质一点想法都没有 没办法 史蒂夫也只能多收集些木材 可她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没想到砍个柴都能碰上一条小辣条 看来今晚又是一顿舌尖上的盛艳了 高端的食材只需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直接扔进火堆里大火炙烤即可 这是爱丽求生五天以来吃的第一顿 虽然骨头都吃完了都不够塞牙缝 但也不忘在镜头前炫耀着好搭档给她的食物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爱丽日常的工作 就是看火堆和收集柴火 可史蒂夫一心只想把日子过好 她把昨天吃剩的舌头当诱饵 将其串在一根藤蔓上做成鱼线 可谁知水利的鱼儿比史蒂夫还要猛 三两下就把诱饵给吃完了 一无所获的史蒂夫一脸猛逼 看来想要吃到肉只能另谋出入了 爱丽这边收集到了很多木柴 估计烧个十天半个月完全没问题 可按照爱丽每时每刻都要煮开始的烧法 史蒂夫推色把整座山都砍了都不够大烧的 妹子一听就有一线了 还表示自己一旦失去火 就感觉自己冷得不行 这话把一旁的史蒂夫都整无语了 甚至到了晚上爱丽也会偷偷起来点火 这妹子怕不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转世吧 尽管史蒂夫在一旁说没必要 但这妹子就像这了魔那样 根本起不了作用 时间到了第九天 一夜过去 爱丽已经烧了一大半木材 史蒂夫本来打算今天一起出去打猎的 没想到这妹子说今天还要捡木柴 这把这个黑格气的脸都黑了 连饿了几天 她的体力已经远不如刚来时了 再这样下去估计最后一丝体力都会被榨干 一人一口白开水 大家就算吃过中午饭了 史蒂夫想生气也不好意思 因为她早被妹子的一声声帅哥中迷失了自我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十天 妹子终于熬不住了 饥饿让她连站着都感觉很费力气 开局到现在 他们除了那条小舌外什么都没吃过 现在又累又困还很饿 好消息是她再也没力气继续生活了 这可保住了史蒂夫的小命 但饥饿是他们要面对的难题 两人只好来到野外寻找食物 爱丽只挖了一些可食用的草根来冲击 可吃完了就跟没吃差不多 而且还难啃得要命 但为了生存下去 就算哭着也得吃完 为了在美女面前极力表现自己 她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只见她把蚊帐割了一部分下来 用来穿在木棍上做成一个捞网 昨晚睡梦的时候 发现洞里有很多野生蝙蝠 这原始森林的蝙蝠少吃点应该死不了 为了保护双脚 她又给自己搞了双鞋 毕竟洞里的石灰岩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切准备就绪后 本想着能抓几只野生蝙蝠回来尝尝 结果走进洞里连毛都看不见 为了安全期间扔了跟木棍下去试探深度 不料下面根本没听到任何回声 这把老黑下的脸都黑了 要是一个狡猾 可能下面就是地狱了 还好没有继续往前走 不然就直接全村吃喜 看来蝙蝠大杂会今晚怕是吃不上了 现在史蒂文看见丛林毒蛙都流口水了 要是这玩意没有毒 她真的想直接上去摇两口 还好最终还是李智战胜了冲动 妹子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甚至连船口粗气都感觉很困难 前一秒还在烧火煮开水 下一秒站起来就直接倒了下去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艾里因饥饿过度陷入了昏迷状态 史蒂文也很饿 晚上还要照顾妹子 难 真的太难了 妹子现在也是一脸身无可恋的样子 这差点把史蒂文吓得原地去世 要是自己连这么漂亮的妹子都没照顾好 回家后吃饭估计只能跟小孩子一桌了 好在妹子睡了几个小时就醒了 现在史蒂文决定要发挥男人真本色 发誓要让艾里吃上一顿像样的 她来到山脚下拿着棍子四处掏 心里想着哪怕搞个蟑螂来吃也可以 可在林子里转了一大圈毛都没发现 结果走着走着就看到了拍摄组的大本营 一个惊险又刺激的计划从内心里蹦了出来 时间来到了晚上 史蒂文睡到半夜悄悄摸了起来 最终下定决心拿着铁锅就出门搞事物 她不能让床上的女人饿肚子 挑战来到了第17天 节目组这边发现帐篷又被人偷家的迹象 导演掐指一算就知道是谁了 好家伙 偷家偷到大本营来了 这还得了 于是节目组直接派人过来通知他们提前下班 这时史蒂文还嘴硬说 自己没偷到东西 一旁的妹子也是一脸猛 艾里最后也没有怪她 因为史蒂文去偷东西 完全是为了自己 就算他们不偷东西 也熬不了几天了 这样的结局两人都没有遗憾 并且史蒂文在退赛时 还说出了那句知理名言 最后妹子在退赛时瘦了17斤 虽然没有挑战失败了 至少减肥上还算成功的 而史蒂文之生存了14天 却硬生生瘦了20斤 生存评分值降到了5.4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吧